继续带你来看到 其美国小投入幼童全竹语教育第三个年头 孩童自然的使用竹语沟通学习 甚至幼小竹语教育无缝接轨 在全台的竹语宝宝 校方就有两位学生脱颖而出 不过面对华文主流社会大环境的挑战 先议员林玉芬在竹语师资的养成 与工作薪资的保障上 鼓励并建议县教育处能够加以辅导改善 部落足语专师陈玉秀活泼生动 诱发学童自然学习的教学方式 让学童从仅只是足语单字单词的背诵 转变成直接使用足语沟通表达 自然流离的交谈 就是老师们就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我们是有一个相信力跟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就是要把阿美语给那个 让孩子能够继续说阿美语下去 不要让这个语言断掉 对因为我们的教授一直说只剩十年而已 对在趁这十年趁阿公阿嬷还在 会讲的阿公阿嬷还在 对我们就来继续做下去 幼儿园主任温文采感叹 随着部落足语人口的凋零 台湾原住民族群语言文化附阵就在这十年了 因此学校是积极推动足语教育 而在华文的主流社会环境下 足语老师陈一秀表示 社区部落足语的使用也就更显重要 希望我们足人尽可能都说 都用我们的足语跟小孩子沟通 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外面 一定要发扬我们自己本身的 这么美丽的阿美足语 因为如果我们再不说的话 我们的足语真的是会消失 在这里希望所有的足人们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齐美国小在社区部落的支持协助下 推动足语教育成果也备受上级 教育单位的肯定 校方两位学童也成为全台 六十位足语宝宝之一 幼教界出身 也成是袁明慧 曾经是足语幼儿园主任的 县议员林玉芬 也专程到校关心 全足语教育的推动情形 肯定齐美国小的努力之外 也建议献教育处能多加强辅导的力道 希望教育处这边或者是 我们的这个教育部 能够开放我们足语专业的老师 有机会能够进到教育体系 那给他们有一个机会进到 这个修个教育学分啊 或者学程 然后他们可以进到学校来教书 那也有教学的背景 教育的背景 然后自己对足语的热忱 其实这几年我看秦美教学的 这个幼儿教学 陈进时足语教学的这一块 成效非常好 我一直非常关注 那我看到孩子们朗朗上口什么都会讲 然后完全全足语 完全没有听到他们讲国语 我觉得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觉到孩子真的很优秀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 老师有做很多的努力 我们觉得给我们的老师 给予肯定 也给我们的孩子 给予赞美 长期推动足语 与传统文化附赠传承的其美国小 尤其从111学年度 全力推动全足语教育 聘请专任的足语老师 从附设幼儿园 推动成进式足语教学 也让幼小足语教育 无缝接轨继续推展 让濒临灭失的原住民族群语言 能重新发芽茁壮 开枝散叶 记得十一遇栏 瑞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